一名学生脸上戴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面具发表演讲 另一名学生藏在人群中 举起手枪朝安倍射击 然后又冲上前补枪 重枪的安倍从椅子上倒下后 旁边冲来一群学生 举着红布条写有两身枪向尸骨寒 污水排海遗后患 在操场上围观的学生爆出笑声鼓掌叫好 这是9月26日 中国山东省藻庄市一所高中举办运动会 学生所表演的短剧 影片在网上流传后引发热议 在近日因日本河污水排放 反日情绪高涨的背景下 中国许多网民都为学生点赞 称这是行为艺术 但日本网民却痛批粗俗无理 据了解 事发学校所在的藻庄市教育局知道此事后 表示允许学生犯错 但也已经督促学校调查此事 并说明情况 中国极端反日浪潮深入校园 虽然目前影片已经删除 但中国学生表演刺杀画面早已广传 就不知道这会不会进一步恶化 中日两国关系了 《纪念念参加》 感谢观看